刚才呢,咱们把这个NX的配置介绍一下,然后,啊,现在整个的东西已经给它,整个这些东西呢,也已经给它跑起来了,对吧,啊,就是这些,然后NX这里呢,它呢,所谓的,它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返乡代理,返乡代理这个东西咱们已经,啊,刚才已经看到了,对吧,实际上那个,它也就是那么一个,在配置里面的那么一句话, 实际上在这里,它就是一个代理,代理吧,把这个,通过这个代理的这么一个语句,把这个请求呢,传给内部的这个东西,对吧,所谓的反向代理的话,实际上这里它就是一个体现,这位置就是一个体现,把这个用户的请求转发给内部的这个APP server,咱们内部的那个,那个,Junicon,它实际上就是咱们的这个sower,内部的这个sower,转发给这里,转发给这里以后,那个,负载均衡呢, 负载均衡又是什么呢,负载均衡,负载均衡的话,实际上就是咱们在系统内部,不止可以开启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可以开启若干个,呃,若干个的话,就是那个,当你的一台endix扛不住这个压力的时候,不是endix扛不住,endix一般不会扛不住, 当你的那个内部的那个,Junicon那个网站扛不住的时候,这里呢,就是可以通过反向,可以通过负载均衡,把这个压力给它均摊一下,呃,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现在来说,服务器这里只有这么一台的服务器, 对吧,呃,这一台咱们刚才也测过了,它每秒也就大概接收1000左右,对吧,实际上那个真正Lineus服务器,如果配置比较好的话,它能接收的更多一些,只是在我电脑那里是跑到1000左右,呃, 然后呢,就是当这里性能不够的时候,就可以配置很多台,然后由endix把这些请求呢,均匀的分发给每一台,这样的话,你整个网站的复载的能力就会更强,对吧,一台是1000,然后你配置10台的话,那就是1万,对吧,这样的一个,然后怎么去配置呢,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位置,多给它加几台,你像第一个位置,这里呢,这里呢,咱们是这个127.0.0.1,这么一台,然后呢,你可以把这里那个,比如你还现在还有十几台的服务器,你还有十几台的服务器,你可以把这里指向它的内网,比如这里呢,改成一个什么,10点什么什么的, 然后后面对应的可能是一个1,什么2,3,4,5,6,7,什么意思呢,由这些以后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式呢,endix就会把你的请求呢,均匀的转发给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第六台,第七,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系统内部, 假如你现在还有那个好几台服务器,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你的请求均匀的转发给每一台的服务器,这样的,咱们可以试一下这个效果,啊,因为我这里只有一台服务器,咱们没办法那个配置这么多台,咱们可以找一个别的服务器,或者那个,你们,咱们现在同学手里面有,呃,谁,谁,谁自己有网站,或者有自己的服务器呢,呃,可以,可以告诉我一下, 三网,然后你的地址,120.78.219.201,然后是访问到哪呢,哪,哪个单口呢,8000,自己的服务器为什么还要开到8000呢, 直接默认的话,一般就是80就OK,然后后面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可以看前面的这个东西的话,它还带着一个什么weight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什么呢, 重量,weight这里是权重的意思,实际上后面标记的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负载均衡的算法, 然后,呃,这里呢,是可以给它那个每一个网站来一个配重,就是,呃,我这里不是有十台或者多少台服务器吗,可能有一些性能比较好,有一些性能比较差, 我可以让那些性能比较好的,让它承受更多的请求去,让那些性能比较差的,接受更少的请求,对吧,这样的话就是一些群众, 比如呢,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到这里来,就是,呃,两台机器,这两台机器,我自己的这个机器,这这里是127,呃,127.0.0.1, 我自己的机器这里呢,是这个127的地址,然后呢,呃,会有,呃,会有,呃,全中辉10的这么一些概率,访问到我自己的机器上来, 然后还会有10的,呃,不是,还会有一半的概率,会访问到那个,他的那台机器上去,对吧,这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我也可以把他的这台那个,比如配,把他的这一台配置成个20,配置成20以后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分配呢, 我自己的只会占到30%,他的那台会有66%的机率,会访问到他的那台上面去,对吧, 然后来看一下,20还是8000,80是吗,有事,咱们,咱们先来试一下, 嗯,这是你的是吗,啊,你,你已经把你的那个放上去了是吗,啊, 嗯,那这里,这里看不出来效果呀,啊,这样吧,啊,你,你不用傻,你不用傻,那个,我把我这里改一下, 嗯,把我这里的这个接口改一下,就是我这里,先先按这样去访问, 啊,然后把andis冲,哎,andis-s reload,先把andis冲起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gionicon也冲,呃,我把gionicon这个东西呢,一些东西改一下, 咱们的这个东西是从哪返回国家的呢,是从中间店那里,对吧, 因为用户还没有登录,我把我的这个中间店这里的信息呢,改一下, 然后去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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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come up, 哇,m,y,m,咱们的这个middleware,在这里, 这样咱们刚才的那个处理,它是在这个位置显示出来的,对吧,啊, 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比如我这个位置给它改成一个, 改成个什么呢, 改改一个别的irror,比如我这里改一个9999, 这里只要出现9999的话,它就会发生什么呢, 只要9999的话,这说明这里的这个东西, 这是我那台反护过来的,对吧, 只要是出现1001的话,说明是那个他那台机器反护过来的,对吧, 这样的一个,好,然后呢,就是保存, 然后去重启一下咱们的gionicon, 冲击的话,怎么冲击呢, 咱们刚才呢,是直接kill掉它,对吧, 然后我这里那个换一个冲启的方式, 就是kill-hup, 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呢,后面跟着的是它的主进程, 主进程的id在这个, 然后主进程的id, 上面实际上那个,虽然看到三个, 但是有些时候你不确定哪一个是主进程, 哪一个是主进程, 然后最标准的方式呢, 是去看哪呢, kite logs, 然后gionicon的id, 对吧, 然后咱们这里呢, 使用另外的一个方式, 就是kill-hup, 然后去kite一下它的这个进程, 这里也不写, 也不写这个了, 直接把这个东西也kup一下, 什么意思呢, -hup, 咱们之前用过kill-9, 对吧, 这里我写了一个hup, 这是什么东西呢, 回车, 然后咱们看一下, 我这个东西, 我的gionicon被杀死了吗, 没有, 对吧, 我现在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我kill这个东西, 回车, 然后你可以看, 看一下有什么变化吗, 主进程的id是11676, 对吧, 主进程id是11676, 也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下面的这个东西, 当我执行完这个kill-hup以后, 下面的这两个进程的id呢, 现在是178, 后面是3738, 下面这里变成了1791113, 然后这里1798082, 发生了什么呢, 主进程id没变, 但是呢, 子进程, 全都发生了变化, 对吧, 这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实际上, 它是一个不间断重启的过程, 这个东西叫不间断重启, 一会儿我再回过头来去介绍, 不间断重启, 这样的一个东西吧, 然后一会儿再去说它, 然后咱们先来看这个负载均衡这个东西, 现在我已经, 把现在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已经把这个服务器给重启了一次, 实际上也不止一次, 已经重启了好几次了, 对吧, 重启完以后, 实际上那个, 它已经把咱们的代码给重新加载了一下, 这个时候先来正常, 先来访问一下咱们现在的这个东西, 如果从我自己服务器上访问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返回一个99999了, 这么一些东西,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来看一下咱们正常的这个访问, 他的, 咱们同学的这个服务器这里还是1001, 对吧, 差别就在这里, 然后现在呢, 我来访问我自己的这个域名, 因为通过这个域名访问过来的话, 这才是endix的那里的那个配置, 对吧, endix重启了, endix reload一下, endix也重启了, 然后咱们的Junica也重启了, 然后再去刷新这个页面, 刷新, 好, 现在看到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在访问的是, 他的服务器, 对吧, 然后他的服务器会有, 60%多的概率, 也就是我访问三次的话, 有两次会打到他那台上面去, 对吧, 我再刷新一次, 刷新, 现在是我自己的了, 对吧, 999, 然后我再刷新, 就是他的, 然后再刷新, 刷新完以后还是他的, 再一次刷新的话, 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了, 对吧, 刷新, 好, 一次, 这是我的, 然后刷新, 他的, 他的, 我的, 对吧, 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负载均衡, 而且他是按照一个比重去做的这个负载均衡, 他的那个访问的次数, 是我的正好是两倍, 对不对, 他的访问两次, 我的访问一次, 他是按一个权重去做的这种轮巡,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什么一次, 两次, 三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很明显的一个规律, 对吧, 这个就是所谓的轮巡, 而且他是带着权重的一种轮巡, 就理解吗, 这样的一个, 这就是这里咱们要说的这个负载均衡的方式, 就是负载均衡的方式, 安基克斯这里呢, 他支持的负载均衡的方式呢, 有很多, 默认的就是一个轮巡, 就是后面那个东西, 我什么也不写的话, 他就是一个轮巡, 他的一次, 我的一次, 他的一次, 我的一次, 如果我没写那个bit的话, 他就是那个他的一次, 我的一次, 一个绝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一个, 他默认情况下就是一个轮巡的概念, 然后你可以给他配置上一个权重, 权重的话就是配置的越高, 那个访问的比例就越大, 对吧, 权重, 咱们刚才看到的一个效果就是权重, 然后还有这个IPHC, IPHC的话就是他会根据用户你的IP地址来, 访问具体指向哪一台服务器, 他是对这个你的IP构建一个HC值, 然后根据HC值那里呢, 会有一些具体的细节的一些操作, 然后通过那个值匹配到某一台机器, 他在整体来看, 就是你用户访问这个服务器越多的话, 就是用户量越多的话, 他整体来看, 他是一个比较均匀的状态, 他是一种随机的均匀, 但是对于单个用户来看的话, 你访问他的服务器的时候, 你永远只会访问到他的其中的某一台的服务器, 就是我这里频繁刷新的话, 如果我的IP地址匹配到了是同学那台服务器, 那么我在刷新的时候永远都是他的那一台, 但是对于所有的用户群来说, 他整体是一个随机的概念, 明白吗, 这样的一个, 这个IP哈希的话, 有点类似于咱们昨天讲那个, 讲那个分布人数据库的时候的那种取域, 取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的, 咱们那个数据库那里, 那个分布人数据库那里, 做做数据分片的时候, 有一个取域的操作对吧, 取域的话, 就是当你大量的那个ID过来的时候, 我是一个挨一个的这么密密麻麻的去循环分配的对吧, 但是只要你某一个ID确定的话, 他就永远只能找到某一台的机器上去, 对吧, 但是那个取域, 实际上这里的哈希的话跟那个很类似, 只要单看你的一个IP的话, 你会永远只找到某一个机器上去, 但对于大量的用户来访问的话, 因为每一个用户的IP地址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他整体是一个那个均匀的一个状态, 这IP哈希, 然后呢就是最小连接数, 最小连接数是一个什么概念的, 最小连接数的话就是, 比如我服务器这里有十, 有三台吧, 我安静斯连接三台服务器, 其中呢有两台, 他的那个连接数, 他这里处理正在处理的用户请求, 可能是一台80多个, 一台100多个, 然后第三台的话, 他是现在正在处理的只有十几个, 那么你说现在谁的压力最小呢, 很明显那台十几个的, 对吧, 这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那个公司一共有三个人, 然后那个其中两个, 你两个同事昨天晚上那个加班来着, 然后那个昨天晚上加班还没干完, 今天早上一来了, 一大早就又开始接着单, 然后那个正好你们老板过来了, 看见你在这打游戏呢, 正好这会儿有一个新的任务, 你说他是交给你呢, 还是交给另外两个人呢, 对吧, 这个时候谁最闲呢, 很明显你这里最闲, 对吧, 所以他就是找到一台最闲的这个服务器, 压力最小的一台服务器, 然后把这个任务分配给他, 这里就是这个最小连接数, 这么一个概念, 就这里这些东西, 然后这是一个负载均衡的这些东西, 然后NX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负载均衡的这么一个东西, 同时也是一个反向代理, 负载均衡的这个东西呢, 并不只有NX一种, 他呢还有其他的一种, 像什么LVS, LVS的话, 他是工作在更底层的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东西, 他是工作在TCP的四层上面, 我记着, 很底层的一个协议, NX是工作在那个TCP协议的七层上面, 七层, TCP的那个分层有了解吗, OSI的那个分层模型, 网络的一个分层模型, 而IOS的话, 他是也支持一些相关的一些那个分配的策略, 但是他是更底层的一种那个负载均衡的软件, 还有呢就是HA Proxy, 这个东西的话, 他是一个专业的, 他只用来做那个负载均衡的这么一个软件, HA Proxy, 他是比NX更专业的一个负载均衡软件, NX这里他能做很多的用处, NX可以做负载均衡, 可以做反向代理, 可以做正常的HTP服务器, 他甚至内部还有带着各种各样的一些模块, 他可以做很多的一些业务逻辑的一些处理, 都是可以的, NX的功能很强大, 然后这个HA Proxy的话, 他是更加的专业的这么一个代理软件, 了解就行,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F5, F5的话是一个更更厉害的, 他是一个硬件级别的负载均衡, 你像咱们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开发的一些软件, 通过那个软件去执行的一些策略, 对吧, 这个东西的话, 他是一个硬件的负载均衡, 就是有些人就开发了这么一个硬件的设备, 去做这种负载均衡, 反正他的这个性能是最好的, 但是他的这个这个价格肯定也是最昂贵的, 对吧, 你这里安装一个软件跟安装一个一个硬件的话, 硬件这里是有成本的, 而这些软件都是开源的,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是这些那个负载均衡的一些东西, 这这些东西, 然后回过头来说, 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重启那个地方, 重启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刚才有一个所谓的不间断重启, 这是怎么一个过程呢, 咱们昨天那个提到一些那个什么服务高可用的时候, 也也说过, 像阿里, 阿里啊, 腾讯啊, 什么什么百度啊, 这些网站从来没有说过我要那个更新程序, 然后那个你们你们先别访问这么一些事情, 对吧, 那么他们的程序就没有更新吗, 他们的程序每天都在更新, 对吧, 但是他们更新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那个服务就不会间断呢, 他们服务器不需要重启吗, 也需要, 对吧, 但是他们有一些机制可以做到那个, 让他即便是重启的话, 即便是你修改了程序, 重新加载这些代码的话, 他也可以做到这个服务不间断,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实际上就是咱们的开始从软件级别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咱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就是实际上那个咱们的endix跟这个gionicon都支持这么一个不间断充启的过程, 咱们这里看endix已经看那个刚才的gionicon也行, 我这里先连上去, 看一下啊, 呃我用这个来看一下, 握持是一个什么, 握持是用来监听的这么一个命令, 你可以握持的话, 就是那个他可以持续的每隔0.5秒执行一下后面的这个命令, 然后这个命令是什么呢, 这个命令的话, 这个命令看一下, 我这里要执行的就是ps-aux, 然后那个grep这么这么一些的东西, 然后grep后面跟一个gionicon, 这样的话, 他就是匹配这些那个后面的这些这些进程的, 对吧, 好, 然后, watch-0.5, -n.5 好, 这个watch命令, watch命令的话, 就是他会每隔0.5秒把这个东西执行一次, 然后呢, 他是可以动态的持续的去查看, 呃你的这个执行结果,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咱们现在呢, 就是呃, gionicon这个进程, 他现在在持续的运行着, 所以这里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吧, 然后咱们在上面呢, 去执行咱们刚才的那个过程, queue-11676, 这么一个东西, 我这里直接去, 呃, 我先把这个东西给他复制一下吧, 我先把这些东西呢, 给他去queue一下, 上面的这个东西是主进程master, 下面这两个呢, ocon对吧,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我上面敲回车, 这个反应有点, 有没反应, 好, 就反应有点慢呢, 好, 现在, 现在换过来了, 这个这个网络好像有点卡, 我刚才那个, 实际上我已经敲下去了, 他没没没什么反应, 网络有点慢现在, 网络有点慢, 卡住了, 再重新连一下呢, 来全新一区, 哎呀, 这个真实, 算了, 这个过程在咱们本地也能看, 那个我就不登服务器了, 我直接在本地把这个东西开启了, 咱们本地还开着这个东西, 哎呀, 这个有点多, 呃, 我只过滤一下他的这个IP地址吧, 我只过滤一下那个这个Junicon的这个, 这个, 呃, 他的这个进程ID, 进程ID的话, 你可以看, 啊, 进程ID怎么取出来呢, 进程ID的话, 它是处于第一列, 对吧, 处于第一列, 然后, as, 然后grep, 这个Junicon, 嗯, 杠位, grep, 好, 这是咱们的这个Junicon的进程, 然后那个最左边这一列, 是他的进程ID, 对吧, 然后呢, 呃, 怎么把最左边的这一列打印出来, 最左边这一列, 怎么打印来的, 昨天刚讲过的, A, W, K, 是吧, prant, $, B, 对吧, 这样的话就把所有的NX的进程, 不是, 所有的这个Junicon的进程打印出来了, 然后这个第一个, 他应该就是他的那个主进程, 咱们在这里就是WATCH, WATCH-N0.5, 然后执行一下这个东西, 好, 嗯, 他这里为什么没有AWK的效果, 现在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对吧, 然后呢, 我就是这样去看, 呃, 咱们呢, 这个Junicon, 类似这个Logs, 把他的那个ID, 呃, Cat一下, CatLogs, Junicon, PID, 好, 就这个9480, 好, 然后呢, 我现在我去Q, Q-HUP, 9480, 回车, 你可以看, 一瞬间发生了什么呢, 旧的那个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先产生了一批新的进程, 对吧, 先产生了一批新的进程, 然后呢, 他才把, 呃, 当这些东西开启完以后, 他才把旧的那些东西给杀掉, 对吧, 我, 我可以再去执行, 刷了一下, 他瞬间先出来一批新的, 对吧, 然后上面的那些才会消失掉, 对吧, 这怎么一个过程呢, 它实际上是这样, 呃, 比如那个, 我这里再复制两个过来吧, 比如现在, 现在他的那个东西呢, 就是这样, 呃, 他的worker, 呃, 现在, 呃, 就是当前的这个状态, 当前的这个状态, 就是那个, 他这个master, master他有两个子进程, 他只有两个子进程, 当你执行那个Q-HOP的时候, master会接收那个信号, 实际上所谓的Q, 他并不是强制的杀死, 而是由操作系统发送一个信号, 明白吗, 他真正执行那个东西的那个是那个进程里面, 进程里面会去响应你这个信号, 然后他那个, 呃, 他那个G-HOP他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怎么处理呢, 他并不是上来直接把这个东西干掉, 如果他真的直接把这个东西干掉以后, 会发生什么呢, 你线上正在运行着这个G-HOP, 对吧, 然后很多的用户正在这里访问呢, 比如这里呢, 第一个上面有一百个用户正在访问, 第二个上面有那个九十八个用户在访问, 你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干掉了, 然后这一百九十八个用户就全都那个页面就全都废了, 对吧, 就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你直接上来就把这个东西给干掉的话, 你的服务就中断了, 所以他这里不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他就怎么做的呢, 当他接收到这, 呃, 当他接收到你的这么一个请求以后, 他并没有上来先把这些旧的干掉, 而是在里面呢, Master, Master的话, 它是一个那个那个附进程, 对吧, 他是先生一批新的儿子出来, 先生一批新的儿子出来, 也就是先创建一堆新的子进程, 新的子进程呢, 当他这些新的子进程创建完了以后, 新的那些的请求, request, 就会发送到这些新的进程上面去, 然后呢, 旧的这些进程中, 他可能这个上面还有一百个,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九十八个, 但是这些上面的旧的进程, 他就不再接收新的那些请求了, 他这里九十八个会变成九十七, 九十六, 九十五, 九十四, 一个一个的逐渐减少, 最终这里会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最终变成零, 对吧, 变成零以后呢, 变成零以后, 他就可以安安静静的死掉了, 然后这里也是九十八九十七, 九十六九十五, 然后一直往下走, 然后最终什么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然后最终也会变成零, 到这个时候, 他的那个, 他老爸会亲手干掉他, 他的master, master就是用来管理这些次进程的, 明白吧, 当这里那个接收的请求为零的时候, 他这里处理的请求为零的时候, 他老爸会亲手干掉他,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是那个只有两个这个新的, 这两个新的握卡就已经加载起来了, 新的进程已经在稳稳当当的运行了, 而这些新的进程呢, 他已经把那些新的代码, 新的配置给加载起来了, 这就是一个不间断重启的过程, 就要理解吗, 就要理解吗, 简单的来说, 就是我当我接收到重启的信号以后, 我不去把那些当前的进程给kill掉, 而是干什么呢, 掀开新的子进程, 由新的子进程去接收新的请求, 而旧的子进程那里, 当他们处理完以后会自己死掉, 会由这个进程自己把它们关掉,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 在你整个重启的过程当中, 一直都有一些进程接收用户的请求, 所以对于用户来说, 这里是没有中断的, 但是咱们的程序已经完成了一个充其, 就要理解吗,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是这个过程, 就这个过程, 好, 然后对于ngis来说, 这里相关的东西呢, 就,